今天拿这个泡茶 我先温一下杯 这个是花茶 今天我泡花茶 我这个茉莉花的花茶 是白蚝银针 看到吗 六印的 我没化妆 我没化妆 来 坐着喝茶 来 喝茶 喝茶 来 坐着喝茶 喝茶 喝茶 来 喝茶 喝茶 坐这头 来 走个地方坐下 喝茶消暑吧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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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茶 味道很香 白豪银蒸的莫莉花茶 这个是 你尝一下 嗯 花的味 喝茶就得花生 喝茶就得花生米 这盖给盖上了 这就不明白了 当你泡完茶的时候 这个盖是不能盖着的 一定要打开 知道吧 帮帮你学点知识啊 不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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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茶喝就行 这个 好吃这个 多好吃啊 我听说 喝茶就花生米 喝酒就花生米 对 喝酒 喝什么酒啊 今天喝点这个 哇 这个茶也真好 你看看 喝酒 你用着干什么 白豪银蒸 六印的啊 这是六印的莫莉花 最高是九印 我以为是最好 是七印的 其实最好的 最顶级的是九印 我这是六印 九印就是炒九回吧 炒一回炒一回炒一回 不是 那炒茶吗 第一 咱们说这个印 把这个茉莉花 放在这个茶叶里 放完茶叶 不是这就熏了一下了吗 把茉莉熏进去 完了就拿出来 这个茉莉花就不要了 这第一印 再换一批 重新再换一批新的茉莉花 这是第二印 第三印第四印 这个印是从这儿来开始的 当你第六印的时候 其实这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六印七印的 这些茉莉花都是新的 第一印的花已经扔掉了 第二印的花 就是一印 每一个印 青的印 都得把那花扔掉 都是新花 当你看见这个 就这个茉莉花茶的时候 它的味道特别香 但是你很少看见它里面有花 嗯 知道吧 好了 这个来 那这么有花就不是这个 结印结印的 这个 那有的茉莉花茶里面 有时候咱们去买茉莉花茶的时候 一打开 哎呀 这个茉莉花这个茶 哎呀 还不贵 哎呀 里头都是 哎呀 茉莉花还这么多 人不是都希望买这样吗 哎呀 这个茉莉花茶真好 茉莉花这么多 这个 这个 价钱还不贵 一印的 它这个花就是 对了 几印几印印出来的一个花 放到这个就是 它价钱就是比较廉价 是这么回事 嗯 这个茉莉花 这个 不要 不要让 不要太那什么了 就是没有 不要时间太长 没有经过重复加工 嗯 九一印二印 这天二印 哪里出不去 那个 还有 嗯 怎么了 咱们这三十六度今天 三十六度我们知道今天 那个网上有一个网友问我 这个蒜是怎么烟的 嗯 因为很久没有烟蒜了 我是有一个 我父亲给我一个配方 那个配方我不是弄哪去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但是我觉得咱已经答应这个 网友了 咱给他一个回复 嗯 这个 一般的情况下 我是这么烟的 啊 一斤烟 一斤 一斤蒜 一斤醋 啊 半斤糖 有时候我都达到什么呢 一斤醋 就是基本上是 一斤糖 有时候一斤醋 一斤糖 那个时候以前我是那么烟 其实一斤醋 半斤糖 十斤醋 十斤蒜 一斤盐就够了 放盐 必须放盐 必须放盐 呃 就是这个比例 呃 朋友们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但是我是这么烟 有时候你看一斤醋 半斤糖 但是我比这个糖放的还要多 我觉得糖放多了 这个 蒜好吃 知道吧 呃 你就腌它个三年 你就放个两三年 这个蒜都是特别好吃 这就是我的腌蒜的办方法 呃 但是我不是按比例来的 真正的比例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今天给大家说说这个 这可以实验 你放放半斤糖 放六两糖 对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想让这个蒜好吃 你就多放糖 如果咱们家庭条件好的话 不在乎这个糖的话 不在乎 咱就多放糖 冰糖更好 没有 我都放给白糖 啊 就是 这个蒜 刚才呢 说那个蒜 好几个地方都没补充进来 嗯 就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醋和糖 嗯 你搁在那个 那个放在锅里 熬 我以前腌蒜哈 腌到什么程度 就是拿起那个醋和糖 熬的那个糖都拉 都粘的糊润了 我以前腌糖蒜 我都腌到那个份上 年年都 都那个给人感觉到 拉拉 就那个 粘稠那个程度 我以前腌蒜 其实这样腌蒜 我觉得要腌出蒜特别 好吃 把醋一倒 倒到锅里 把糖也倒到锅里 熬吧 熬的粘稠的 放凉了以后 你再去腌蒜 嗯 这个蒜呀 还得搁那个火 那个 还得搁到那个 什么里头泡 搁那个水里 得泡两天 这个泡两天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按照那个比例 我是在往里头泡 我也是在 在水里泡两天 嗯 它起到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是照这个程序去做的 嗯 有时候我腌那个蒜的一年吃不完 两年三年 甚至到三年了 这个蒜还是仍然很好吃 因为糖高了 糖分多 这个蒜就不容易坏 来 来来来 不然不然不喝 不喝了 喝点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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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茶也咱喝了 不喝了 打球呗 打球 咱把这点茶给它喝完了 再打球 朋友们 我就给大家 就是说关于蒜的时候 因为网上很多的网友朋友们 人家就是 对这个烟蒜比较精通 也比就比我有经验 啊 我说的也许是对 对与错 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是这么烟的 是不是为了回复一个网友 对 我只是为了回复回复网友 还有 那个 我买了个电饼铛啊 这个电饼铛呢 我觉得挺好使的 因为我喜欢做饭嘛 我喜欢有 你看家里什么东西 我都不缺 又是打这个筋 打汁的 打肉的 所有东西啊 这个东西 我家里基本上都预备 就是我看到这个电饼撑了以后 我觉得挺深 我喜欢烙 厚厚的那个 大馅饼嘛 肉饼 我喜欢烙那样的 所以我就 橱窗里有这个 橱窗里有这个电饼撑 挺好使的 有的网友说没看到 你们进橱窗 抖音橱窗里都有 大家进去看看 感兴趣的话 这个在网上 我又买了点花生米 这无香花生米真好吃 还行这个 黑花生 黑花生 咱们打比方球 那你把那点茶喝了 来来 我把这点茶喝了 咱们喝了就就就好了 自己不能出去骑行 谁也不能 哎 你就别心思骑行了 多热呀 嗯 太热了 来 resin